昨天我們在香港風雨飄搖的一天 舉辦一個物業展銷會 在MMEH介紹 在馬來西亞教育界的講述 出席者都多 其實昨天是我第一個講述 不是我親自主辦 主辦的意思是付錢 也沒有特別出廣告 Facebook純粹用我們自己的號召力 純粹用我們自己的號召力 其實我沒有數過應該有二百多三百人 其實我沒有數過應該有二百多三百人 畢竟錯到 根本都沒有錯了 這個講述後來我和主辦當局了解過 原來因為我們作為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商 他們是透過我不講哪一間 我只能夠這樣說 是透過星督集團旗下的京督日報 是透過星督集團旗下的京督日報 京督日報是不是升到星督集團 京督日報是自己的集團 我自己的 在京督日報製作了一個項目 包括廣告、訪問 然後由京督日報的廣告 帶了一些客戶過去 他們做了兩天的展示 第一天就是靠京督日報 京督日報也帶了六、七十個客戶給他 對我所知有些交易 但是我《啤梨晚報》只在節目中提過 我們帶了六、七倍的客戶 而生意亦多過他幾倍 正所謂的成交 證明我們《啤梨晚報》 而且他是以賣樓、股票、經濟為主 竟然對刺激經濟 只能夠帶了六十多個客戶 和若干的傳輸 他是古樓傳媒界的一哥 古樓傳媒界一哥 原來我們被你買 是古樓傳媒界的大大哥 因為我們帶給他 不要問我們 問我們的發展商 我們帶給他是六、七倍的客戶 是帶給他有好幾倍的生意額 對比 這是《啤梨》頻道的銷售魔力 我們首先要這麼說 為什麼有這樣的銷售魔力 其實這個無可否認 就是第一 就是因為別人對我們的信任 信任是來自哪裡呢 你以為我們不會做生意嗎 其實我們做生意有很多限制 因為我們的Gattability 我們要很珍惜羽毛 我經常覺得林康正 小時候我們會說 如果一次過讓我找到一億的 是可以騙的 那不妨去騙 騙你一百萬 你走不到去哪裡 但是當我們有機會 真的找一次過騙到一億的時候 你就會想 究竟我是不是要騙一億 因為我們做人除了賺錢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是要顧及的 所以譬如我介紹人去馬來西亞 我真的覺得 起碼我自己覺得喜歡馬來西亞 有些人要去台灣 去夏威夷 無論如何是沒有問題的 各有各 甚至香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有些人問我有沒有什麼樓 為什麼不介紹什麼樓 我大把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其實買投資物業也好 買股票也好 哪有必賺必蝕 老實說 就不是我在這裡跟你說 我在家裡成為李嘉誠 對嗎 只不過是我們把我們認為 真的投資得過 OK 甚至乎說最壞的步驟就是 就算日後 你懶惰了也有人要 我也不說賺 有人要 是憑著這個心去做 我相信大家有時候會跟我吵架 被我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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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康正是好一點的 對客人會好好的 對朋友 但是也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對我們的信任 我是非常感激的 OK 我希望在稍後時間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OK 昨天的成績不錯 但也衍生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客人 他們可能都要去馬拉薩亞 去確認要哪個單位 還是怎樣 到時是怎樣安排 我想起如果要我帶去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會死 但是林康正帶去呢 林康正又會面對什麼 其他的客觀問題 還是怎樣 我們真的有段時間去想 我希望盡快我們 我們等到Name List 即Purchase的List 回來後才決定怎樣做 昨天他們都問了 也有頭緒 OK 我相信 已經到達到Name List 我相信 我相信 不是 你們 那是 你 來 boiling 嚇死 回來 你 與你 你 有